俗話說四大天王有五個人 四大中鋒當然一定也不只四個 在NBA中鋒最頂盛的90年代 陳青就有一名中鋒的影響力不下於四大中鋒 甚至每當他對陣到這些威名遠步的中鋒時 也都能給他們帶來不小的威脅 讓自己得以在大中鋒時代下也佔有一席之地 他就是綽號聖鬥士的 阿朗州摩尼 摩尼出生在美國最古老 也最有人文歷史的州維吉尼亞 維吉尼亞州又被稱作是總統之母偉人之鄉 可想而知這裡孕育出了不少頂尖人才 只是對於小時候家境不富裕 父母又時常起爭執的模擬來說 沒有人預想得到他將來會是位名人 他的父母經常吵架紛紛和和 最後在他12歲那年離婚了 然而父母都無力獨自撫養他和妹妹兩個小孩 於是親戚芬妮阿姨就把他接了過去 一直到他上大學之前的時光 他都和芬妮阿姨一家一起生活 芬妮阿姨是一名心地善良的退休教師 平常就有在收養小孩 他就像是摩尼的祭母一樣 讓孩子們都能平安又健康的成長 雖然阿姨一家的生活也撐不上富裕 但至少大家在這裡都過得很快樂 每個小孩也都能對未來懷抱夢想 在芬妮阿姨的細心照料下 13歲的摩尼就已經有190公分高 而他也正式在此時有了一個夢想 有一天他在家裡看電視的時候 碰巧看到當時正在轉播大學籃球比賽 他看到電視上有一名很高大很醒目 並且又很厲害的球員 他立即就對這名球員非常仰慕 希望自己將來也能像這名球員一樣厲害 這名球員就是當時正在喬治成大學打球的 Patrick Ewing Ewing成了摩尼開始打球的契機 兩人將來甚至還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或許他們倆的緣分也是冥冥中注定 使得摩尼勢必會朝著籃球發展 所以說摩尼並非從小就喜歡籃球 接觸籃球的時間也不算長 但他的天賦倒是不在滑下 他不只在高中賽場大殺四方 期間還帶領球隊打出過51連勝的撞取 甚至他還攪出了平均25分15籃板12主攻 驚人的頂級大三元數據 讓他在高中畢業前夕 就被評為是當時全美最好的高中籃球選手 各大知名大學都搶著招攬他 但他心中早有歸屬 他在高中之所以這麼努力 為了就是想得到這所大學的青睞 而這所大學就是Yuin的母校 喬治成大學 Morning進到了喬治成大學 不只是想做Yuin的學弟 當時喬治成大學也在教練 John Thompson的帶領下 成為一所普具競爭力的名校 而Thomson教練不只帶隊友時機 對球員的開發更是有其本事 尤其像是Yuin、Morning這種高大的常任 在他調教下 往往能發揮出所有潛能 所以Morning在這不僅能獲得最好的栽培 這裏也是再適合他不過的去處 Morning在大學的表現 果真沒有令人失望 雖然他大一賽季只繳出了 平均13分7籃板 但他每一碗都能賞出武器火鍋 他的爆發力、防守功力 有目共睹 在適應大學強度方面 一點問題都沒有 未來成長指日可待 然而大二時 他卻面臨到了巨大的挑戰 前面有提到教練Thomson 是一位偏好栽培常人的教練 因為他球員時代就是中鋒出身 而在Morning剛入學的時候 Thomson其實還掩覽了另一名中鋒 這名中鋒非常高大 比Morning還足足高了半個頭 一時間比Morning還更被看好 這名大個子就是 Dicambe Mutambo 雖然Mutambo的球技不比Morning來得好 但他高大的身材和可塑性 讓他在身上大二時反而取代了Morning 成為喬治城大學籃球隊的先發中鋒 而身高較矮的Morning則成了大前鋒 事實上Morning並不矮 大學時身高也來到了6尺10吋左右 但這個身高在籃球界就有些尷尬 打前鋒怕太高機動性不足 但對比當時動輒7尺7尺1吋的常人 打中鋒又顯得身高有些不夠 這就成了他一個為難的地方 而隊友Mutambo有足足7尺2吋 比他還高了快10公分 理所當然就取而代之成為先發中鋒 儘管Morning擔任前鋒時 依舊表現了可圈可點 甚至對當時的大學藍壇來說 喬治成大學的雙塔陣型是非常可怕的威脅 當然他打前鋒還是有點大才小用 發揮也就受到了牽制 就知道中鋒始終才是他的歸屬 所以在他準備升上大四肢 Mutambo找他一步先行登上NBA後 他就會重新擔任起喬治成大學的先發中鋒 個人數據也大幅回升至平均21分10籃板 和每晚5次的火鍋封蓋 他大學4年累積達453劑火鍋 刷新了當時大學籃球的官方記錄 有趣的是其實Morning並非是大學史上最會火鍋的人 連史上前十可能都沒有 先不說別人 他的學長Yu Ying送出的火鍋就比他還多 但因為火鍋AKA主攻這項數據 是直到1985年才正式出現在大學比賽 所以Morning才有機會短暫成為歷史第一 但不論如何他確實在大學最後一年打出身價 這讓他的選秀行情水漲船高 要不是同一年選秀碰上Oneal Morning大概是穩穩的選秀狀元 他最後就以1992年榜眼的身份 登上籃球最高殿堂 1992年選中Morning球隊 夏洛特黃蜂隊 是一支成軍才4年的年輕球隊 夏洛特位於北卡羅萊納州 正巧在維吉尼亞州的隔壁 而維吉尼亞州是沒有NBA球隊的 所以夏洛特對Morning來說已經算是假象 無疑是最適合他的起點 只是事情的發展卻沒想像中順利 黃蜂隊在1991年時 採用狀元籤選了大前鋒Larry Johnson 1992年用榜眼籤選了中前鋒Morning 本該是期望這兩人能組成強悍的內線 帶領黃蜂隊突出重圍 沒想到兩人間存在著強烈的較勁意識 導致合作結果不如預期 Johnson跟Morning一樣 都是一個晚上能拿下20分10籃板的硬看 同隊有兩名這種實力的高手 合酬球隊不會成功 然而就在黃蜂隊要和Johnson續約時 Morning就有了意見 他對Johnson即將拿到的巨款不滿 一筆價值達7年8400萬美金的大約 在1993年的時空背景下 已經是數一數二的天價 Morning認為Johnson不值得這個價碼 尤其是在自己只得到一份7年7800萬美金 明顯比Johnson還低的報價時 兩人就因為行職問題出現顯隙 使得兩人在黃蜂隊打球時 可說得貌合神力 縱使黃蜂隊在他們倆載的期間 都能維持五成以上的勝率 但在季後賽就是無法更進步 因為整個團隊一點相信力都沒有 而眼看Morning的心已經不在這裡 黃蜂隊就在1995年時 把他送到了麥阿密六虎隊 他的職業籃球生涯也正式從此刻 步入真正的巔峰 熱火隊是一支跟黃蜂隊一樣年輕的球隊 當時成群也不過才第8年 並且也還在尋找自己的勝利方程式 但他們已經有了籃圖 除了交易來榜眼中風Morning作為核心外 還聘用了名教練Ped Rally做主帥 Rally曾經帶領胡人隊四度拿下總冠軍 由他接掌兵符絕對是一大助力 同時熱火隊在看了黃蜂隊的前車之間後 果斷也放棄了雙塔陣容 把根本帶在隊上的長人當作籌碼 換回了雙人位Tim Hardwick 這下熱火隊不論里外都有十足的戰力 不論場上場下也都有適當的人選 整隊煥然一新 士氣高昂 而Morning更是熱血沸騰 準備大顯身受 Morning在加盟熱火隊的第一年 就找出了生涯代表作 他在1996年3月29號對上子彈隊的比賽上 寫下了生涯新高的單場50分 這是他生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50分 值得一提的是他這場比賽對味道的對手 是身高有七尺七寸的巨人Morning Morning的故事可以參考這部影片 Morning本來就已經是比較矮小的中風 還碰上了當時NBA身高最高的長刃 這根本有如小孩對上大人 但Morning靠著速度和爆發力逆補了身高差距 硬是搶取了生涯新高的50分 除了證明身高不會是他的限制 也等同是給了自己作為一名中風的肯定 就算是對味道比他高大的傢伙 他也絲毫不會遜色 Morning在黃蜂對岸熱火隊的期間 平均都維持著20分10籃板的表現 是非常稱職也典型的中風數據 全勝時期絕對也是名想當當的人物 但就算是這樣的他 仍不被認為能起一名四大中風 一方面是因為他不是選秀狀元 而四大中風每一個都是該年度的選秀狀元 二方面則是他的球技仍有進步空間 不像其他四大中風一樣能投能切 話雖如此 Oneo不也是不太會投籃嗎 Morning之所以不是狀元 也是因為跟Oneo同界啊 所以與其說Morning是在和四大中風競爭 不如說Oneo才是阻擋他上位的關鍵 兩人在職業生涯中共交手了16次 Morning就輸了13次 可說是高下立盤 但這樣判斷Morning的實力也有點不公平 因為在他對到其他三位四大中風時 就打得有來有往不分選擇 反倒其他四大中風在對上Oneo時 也未必能有優勢 Oneo完全就是規格外的中風 Morning剛好跟他同年出道 才被掩蓋鋒芒 只能說死運不計 大學時期因為姆湯寶而發揮受到限制 進到NBA後又因為Oneo 而無法和四大中風齊名 運氣真的不是普通的差 其實只要早個一年或晚個一年 搞不好他都會比現在還更備受推崇 但命運不能改變 他也只能繼續奮鬥 Morning的進攻技巧或許不是頂尖 但防守功力倒是為人所靜靜樂道 他在1995年和2000年 連續兩年拿下主攻王頭銜 連續兩年都獲選為年度防守球員 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當然他的爆發力和反應力是防守好的關鍵 但更重要的是他強大的鬥志 他在場上總是很亢奮激昂 並且非常的好鬥 他不想讓對手在他頭上得分的機會 所以他說什麼都會把對手攔下來 縱使偶爾會因此在場上爆發口叫 卻同時也凸顯出他有多看重比賽勝負 才會每一場比賽都全力以赴 肉火隊在Morning作證的期間 一直都是NBA中的場勝軍 但卻一直無緣總冠軍 總冠軍自然也成了他的終極目標 他現在在2003年時轉頭籃網隊 因為當時籃網隊被視為是獨冠熱門 然而他卻再次被命運捉弄 在他還正值當打之年的時候 他卻被驗出了腎功能異常 進一步檢查才發現 他罹患了腎小球硬化症 也就是俗稱的腎衰竭 是一個具有極高致命風險的疾病 這個病一驗出 就導致Morning的籃球生涯瞬間停敗 就算後來他的情況暫時好轉回到球場 他的表現因為嚴格的上場時間限制 而大幅滑落 使得他的生涯呈現斷崖般 轉眼就來到了末端 在Morning治療肾衰竭的期間 大學長Yuying也積極給予協助 盛哉曾表示願意捐出自己一部分的腎臟 來幫助Morning做換腎手術 可見他們倆的好交情 最後他就在多方的協助下順利康復 重返職業賽場 Morning好不容易健康歸來 卻也已經被藍網隊宣告戰例外 但藍網隊倒是賣了個人情給他 把他交易回到熱火隊 讓他能在自己過去最輝煌的地方結束生涯 儘管因為年紀漸長 Morning已經無法再有過往的宰之力 但他對球隊的貢獻人就不容小覷 他依舊是熱火隊賴以為重的防守漢將 而熱火隊在他和隊友的努力下 終於打上了夢寐以求的冠軍賽 最後也如願拿下了2006年的NBA總冠軍 雖然Morning的生涯有著遺憾 但製作冠軍會彌補了他的缺憾 讓他終於能無怨無悔的結束職業生涯 縱使在他高掛球鞋之後 就再也不能改變他無法齊名四大中風的事實 當然在場上奮鬥的姿態 早已被世人給記住 他大病回歸的事蹟也早已是斷加劃 他不需要和四大中風齊名 也不需要被稱作是第五大中風 因為他已經替自己 打向了名號 海公巴防禦 雷洗淨 海公巴防禦 海公巴防禦 雷洗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